西螺 西螺未处于云林县的浊水溪下游 因拥有优良的水质 气候以及地理环境 使手工的瓮酿酱油风味独特 文明全台 酱油产业在当地已有百年的历史 因此西螺拥有酱油王国的美名 我们大同酱油今年刚好 从创立到现在刚好就是一百年 也就是1911年创立的 从生存创造酱油到现在 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 的拨折以及改变 才有今天的规模 大同是西螺酱油的老字号 大同酱油起源于 陈和成先生的肉圆酱料 第二代陈丁元先生继承主业 创立原发酱园 民国元年改名为大同酱油 民国20年代第三代曾汉坤先生 将家庭式工厂转型为现代化工厂 高高树立的大同酱油招牌 象征着大同在西螺酱油产业崇高的地位 大同酱油在百年以来都有独特的创举 民国65年开台湾旅游先锋 将西螺本厂设置为产销合一门市 民国78年与西螺交流道下 设立大同休息站 从此大同酱油不仅代表西螺名产 更是台湾伴手里不二选择 民国82年因应国际化与现代化 大同酱油将生产线 从西螺迁移到斗六 并在斗六工业区建设现代化厂房 一百年以来 大同酱油仍坚持着纯手工制作 古法酿造黑豆酱油 其实我们在一百年前 就是用黑豆来做酱油的 而且黑豆不是说随便拿一个黑豆 我们是精挑细选 特别品质要有到一定的水准 里面的蛋白质有到一定的分量 所以我们才会买这一批黑豆过来 传统手工酿造的酱油 是先用适当的水温及压力 配合时间去蒸煮黑豆 等一粒粒的黑豆都熟透后 将蒸煮好的黑豆降温 确认到达适当的温度后 再使用大同精选的菌种加以制取 制取后的黑豆经过清洗后入蜗 配合阳光温度与自然发酵 此段时间需费时四到六个月以上 坚持使用瘟酿技术取得的黑豆原汁 使大同酱油的好滋味 历久不衰 代代相传 大同酱油秉持着守护台湾传统酱油的心 在民国百年这个特别的时刻 于云林县斗六工业区 设立了结合休闲 知性与娱乐的黑金酿造馆 公司1911年成立到现在 我们这个馆是在民国100年 刚好就是我们公司100岁的元月以后 开始开幕 就是开始把酱油的秘密打开 给大家游客知道 我们做这个馆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像一般来卖产品 而是我们想要让消费者知道 我们酱油的一个知识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文化 因为身为一间百年企业 我们自己觉得说 有这个责任跟义务 将酱油这个文化属于华人 属于我们台湾人的特有文化 把它传承下去 并且帮它发扬光大 来到黑金酿造馆 首先我们走进时光走廊 仿佛时间倒流一般 大同酱油的过去历历在目 除了了解到大同的历史脉络 更可从其中得知 一百年以来 大同对于酱油产业的热爱 接着来到文物室与文化室 游客可以在这里参观 各种珍贵的酱油老器具 每一个老器具仿佛在说明 大同酱油便手支柱的一段段历史 还可以在文化室学习到酱油历史文化 分辨酱油的好坏 了解黑豆酱油珍贵的价值 黑金酿造馆设有简报室 可容纳两台游览车的旅客人数 在简报室能学习更多酱油的知识 接着来到酱油的生产区 扑鼻而来的是正正的酱油香气 大同将生产线开放给游客参观 除了让大家认识到酱油的生产过程 更是让每位游客见证 大同酱油的品质优良与卫生安全 在展售部有完整的大同酱油商品 陈列与贩售 包括外面买不到的限定商品 也可以从这里带回家 游客还可以和全球独一无二 台湾最大瓶的古早味老酱油合照 在DIY教室制作属于自己的酱油米饼 以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年轻的世代认识酱油文化 最后别忘了跟大同爱心灯合照 将这一颗大同的爱心快乐带回家 在转型过程中 当然我们也会不断的产品要跟着创新 然后现在大同酱油不是说 我们只卖酱油 只卖这个创新的东西 而是我们连周边的商品 连我们的产品 都有送去出国去比赛 而且特别拿到德国IF设计奖 以及ITQI的比利时风味评价大厂 不只是全台湾 更是全球首创 所以变成说这是代表我们公司 我们董事长以及我们公司 对这个产业的一个企图心 我们还是一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黑金刚造馆 然后体验一下这样的文化以及内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